台湾加油大家一起来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将近30万户的订阅户在观赏 每天的议题都有相当高的订阅率 这是值得为工商界开拓商机的广告媒体 更是值得信赖的优质媒体 欢迎各界多加利用成为我们的伙伴 美国跨党派的资深代表团已经在昨天抵达台湾 那么民进党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今天已经跟美方代表团已经开启的闭门会议 讨论相关的议题 而我们看昨天晚上在通知的行程当中 包括了蔡英文今天也在总统府接见了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在昨天访台速度之快 外界认为相当的不寻常 外交部认为美国政府寻网力 在我们的大选之后 指派这些资深的代表团访台 包括了美国前国家顾问 有哈德利 还有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这些组成了跨党派的代表团 由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席的罗森伯格 陪统之下 从昨天 从昨天1月14号到今天1月15号 一直1月16号来访问台湾 虽然台湾跟美方都强调 这是依循过去的一个例子 依循潜力的一个行程 但是美方代表团在台湾选举 结果出了之后的第二天就来到台湾 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认为这个是跟过去比较起来 比较不寻常的 来当选的第二天 美国这个跨党派的代表团马上就来到台湾 怎么看呢 这一次应该是我看到2000年 2008年跟2016年都是政党轮替的时候 美国都会派遣代表团来 这一次是非常快 是选举结束后第二天就飞到来了 大家看得到今天也是跟蔡总统见面 那这一次的情况有很多外界有些蓝媒就说 这个是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的原则 要恫吓或者警告赖金德 但其实这个不了解美国政治才会这样说 你看格莱尹已经说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是要安抚北京 这个意思是重要 不要挑起美中台之间 因为赖当选的冲突 是要平息彼此的气氛 重点是怎么样 你看到这一次那个哈德利 就是那个哈德利来到台湾 讲到美台关系渐如磐石 而且有原则的夸党派的进行那个交往 美国永远跟台湾站在一起 他们有永远那个字 就与台湾站在一起 这个渐如磐石的承诺是不会变的 而且是夸党派的 我没记错哈德利是民主党的 你看史坦伯格是共和党的 两个人是夸党派来到台湾去访问 一方面表示足贺 当然这个情况有起中共的不满 他就说你是强烈反对 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来干预中国的内政 其实这次选举就正是这个意思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不再是中国的台湾 也不会再是中国的台湾 所以这一点的话 大家非常清晰的一个印象 是告诉大家 美国愿意跟台湾站在一起 你看英国 日本等国家 已经发了贺词 祝贺那个赖清德 我是从香港来 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很多在台的港人 他有些是港裔的新台湾人 都参与这个投票 我认识的大部分都是投给赖清德的 然后他们很支持 这个赖清德的路线 也希望有些是含泪头 很多台湾人都可能含泪头 但是很多都是愿意支持一个 真的要跟中国保持距离的路线 你看那个美联社 昨天有一篇报导 那个文章就说 台湾走向民主远离中国 所以这个标题就告诉你说 这个是我们的初衷了 从香港来的 知道中共 中国在香港所发生的一切 制造的一切的灾难 我们从反送中开始 都知道这个情况 是香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次选举没有香港牌 但是抗中保台 最后形成蓝绿对决的时候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当马英九喊出 必须相信习近平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解释得出 为什么侯友宜就调票 调得那么严重 那所以大家都擦亮眼睛的 你看历届台湾的选举 每当地方选举的时候 蓝营占优势 但到总统选举的时候 连续这么多年 都是绿营占优势 那也打破了八年那个魔咒 也继续执政 当然这个在2028年的时候 会形成了新的危机 会不会继续16年执政的问题 所以非常考验赖总统 赖清德未来的总统的智慧 的确不过这个四年的光景 以现在的国际局势来看台湾 你刚刚特别提到美联社 美联社认为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 赖清德得到了458万40% 国民党相信之下 在四年前552万张38% 得票率跟得票数都没有守住 这一次侯康佩被认为 赵少康在加入阵营之后 到底有多少的催化作用 最后投出是457万33% 我相信对国民党来讲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极大的危机 369万就是在柯文哲 26.4%的一个部分 国际间在看台湾这场选举 美联社认为台湾总向民主远离中国 美联社作战的解读 CNN更认为 就是说台湾人用投票去展示 我们不畏惧中国的恐吓 所以国际间对台湾这场选举 事实上反而有更明确的一个解读 对 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台湾了 我想1月13号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新闻 就在于说台湾 两个大 就是中文两个字 英文一个字 那大家都觉得台湾是自由世界 跟那个独裁世界 甚至极权世界碰撞的一个焦点 以前柏林围墙是盖在深圳河 是香港跟中国之间 现在已经挪到台湾海峡了 所以大家看得到台湾能不能守得住 这一次的选举结果 我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是总统副总统的大位保住了 忧是三党不过半 未来台湾会不会纷乱 那赖清德是比2000年的陈水扁 39%多了1%左右的那个得票率 能够当选 那40.05%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人说是弱势的总统 但是是不是弱势就看他是不是大有为 是不是这个有智慧的面对这个局面 其实以前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都面对不同的格局的 比方说在那个李登辉时代 当时有很多党内的人对他俯视眈眈 陈水扁时代更加是一个三党不过半的局面 而且当时民进党也没有掌握国会的多数 蔡英文是比较平顺的八年 但现在时光不一样了 那所以这个玩法也不一样了 所以就看究竟在几个大的议题上面 能够活得共识 而且更重要的是庶民阶层 尤其年轻阶层民粹主义的兴起 这个民粹主义兴起怎么去对症下药 怎么去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应对的危机呢 一来是民进党内部执政 八年的施政 有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要怎么检讨 民粹主义的兴起要怎么克服 更重要是这一些政治人物之间 在立法院的斗争 要怎么样在斗争当中 能够形成一种共识 能够有共识的先推进 不能有共识的先各在一边 或者再次讨论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形成一个广阔的民主大联盟 在这个基础上 开展一些政策沟通平台 甚至我认为 有展开国师会议的必要 感谢观看 对赖清德来讲 他赢得了这场选战 新的挑战的背后 事实上有非常深层的危机 民粹主义在这场选举里头 在全台湾蔓延的同时 刚刚提到所谓的民怨跟不满 的确不只是年轻人 其实在每一个族群里头 都有遇到这个问题 虽然虽然 我们在掌握很多政治人物时 政治人物的一张嘴巴 批判容易抱怨容易 问题是 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有一些政治人物 呼应这些民怨 我跟你一起抱怨 我跟你一起 共同去痛骂政府 问题是 他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可是也让这些民众获得了疏解 可能到最后民众 民众可能不在乎 不在乎说 那这个政治人物 在痛骂这个执政党 跟我们一起呢 共同在面对 这些不满的同时 我们是 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不在乎他们提出解决方案 可是真的哦 我没有看到很具体的解决方案 这个部分 民粹主义的弥漫的同时 的因应之道 沟通平台跟各方面 你自己觉得还看到一个 不同的一个层次吗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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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两党 说真的是三党不关 国民两党 还是一非常传统的思维的话 哇 这个危机可能会 这个洞可能会继续扩大 没错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 不是那些政客 或者政治人物 在那个113行里面 解决的问题 而是说 缺乏一种 公民听政 跟那个参与政治的机会 就是赖清德副总统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大家要团结 要包容 要合作 而且要参与 参与式的民主很重要 就让那个公民能够参与到政治里面来 否则一定会引起社会运动 这个八年台湾没有真正意义的 庞大的社会运动 例如那个太阳化学运 我觉得这个情况 是因为蔡英文执政是不过不失 但是越来越觉得说 自己生活没有基本的改善 就不满 所以蓝绿一样烂 换人做做看的那个声音就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民众党 或者柯文哲这一种风潮 是昙花一现的 为什么 一人党 而且你看得到 民众党的那个 这一次不分区的得票 是低于那个柯文哲 65万票 所以那些人为什么挺柯 不挺民众党呢 是很值得关注的 另外一个重点是 民众党是一人党之余 现在双黄开始出来了 黄珊珊跟黄国昌都是立委 有位置才能说话 现在柯文哲什么都不是 他是一个党主席 在这个情况下会不会说 双黄之间会有矛盾 双黄跟柯之间会有矛盾 这会慢慢引爆 所以我看 这个是小风暴的问题 但是拉到一个大格局来看 民众党 是不是能够拉出一个理念 政策方出益等等事情来 我看到现在为止 都拉不出一个重点 他是不讲 但是摆荡在两个之间 希望左右逢源 希望在国民党 跟民众党之间呢 能够凯游了 但是这个情况 已经选举结束了 你成为一个国会的 巴西的关键少数 能不能拉出一个真正的事情来 还是你延续那种 那个不讲自己的话 专门是看哪一边 西瓜卫大边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看到 现在民众党这样的气势 如果下去 很多年轻人跟庶民阶层 也会把他看破手脚 我的想法是 你要突破这个环境 不要迷在这个体制里面 你要在体制外面 就是国师会议的层次 甚至一些 你要庞大的广泛议题的 国师会议 还是针对弱干的部分 比方说2016年的时候 蔡英文是提出 那个司法改革的国师会议 17年是大家都很清楚 年金的国师会议 那这些事情 都是针对一个单一议题 但我相信 现在要提出国师会议的层级 是介乎李登辉跟蔡英文之间 就等于说 整个台湾经济 要如何发展的国师会议 这个情况 要邀请各界的贤裁 而且社会大众 庶民来参与 一起来讨论 走出台湾的路径 那我觉得这一点 可以克服 现在三党不过半的 绝大部分的问题 我觉得不要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重点是怎么样 刺激台湾 整个国家力量的发展 尊重自由经济的原则 也要懂得说 提供机会给年轻人去发挥 产业的升级也是重要 不要只有押注在TSMC 台积电 均衡的发展 这个在前瞻计划2.0 两兆投进去 真的有没有做到实处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那现在我看得到 赖清德有历经投掷的一个看法 但是他也遇到国会三党不过半的串扰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 我觉得先不要管国会 是不是能够绿白和还是蓝白和的问题 这个不论 先要把这个地方讲好 这个讲清楚 才能处理问题的 以前每当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领袖 去处理危机的时候 都用一个比较妥当的方法来处理 这个方法我不能够说得白要 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但是那个方向就是往 国师会议的方向去触发 我觉得这个能够抓住年轻人的心 也让年轻人再给民进党四年的机会 2028年是总决战的时候 那年轻人是不是再给那个民进党机会 就是看这四年赖清德能够做到他本分 所以他这四年是非常辛苦的 这四年是一点都不容易的 四年是被这些不同的政敌还事 而且中国因素更容易去用渗透跟分化的方式 来处理台湾问题 把不同的板块视为敌我矛盾 其实这最不好 我常常强调一点 蓝白绿是台湾国内的政治问题 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是抵我矛盾的关系 所以如果蓝跟白有部分的人 都是可以为我们台湾能够团结在一起的 我觉得民进党应该拿出心胸 吸引他们来 不是来给他们一个官职来做 而是希望把他们的政策 纳入到那个民进党市政里面 的确我有些看法跟桑普是不幼儿童 才过去这一年多 从我离开传统电视台 3D电视台之后 我自己在自媒体头 其实我感受到 我一直想做一个事情 我想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年轻人 在台湾的社会里头 很多的公共政策 攸关于他 可是他们没有发声的平台 尤其从2022年到2023年 2024年 这两次 一个是县市长的选举 一个是台湾的总统大选 跟国会选举 让我有很深刻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国民两党 他们在进行大型造势 晚会这种活动里头 看到一个危机 你们说的非常多 那我必须肯定的是赖清德 在每一个造势场合当中 他坚持 我一定要把我的国政愿景 我的公共政策 我的一个政见 还是要聚系迷的 告诉当地的老百姓 其实每一个地方是不一样 双北有双北的一个 我未来对国家愿景的规划 我的陶珠苗 我的区域怎么进行整合 中张头 包括南部的部分 他每一个地方 都提出具体的政见 可是可是 你动员 你所讲的 都是同温层 对 没有出来的 甚至那些年轻人 他已经不再 透过这种 传统的动员的方式 或传统电视台 去吸收资讯的人 他不太知道 你这个候选人真正 你要把我这个国家 带往哪里 可是相信之下 他从他的多元的资讯里头 所接收的 可能完全不是这一套 是另外的一套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所以要扩大 你刚刚讲庶民的参与 扩大青年人的参与公共政策 其实另外一个 必须要好好思考的 你怎么让这些人的声音 有发声的管道 对 把他们的声音纳进来 怎么让这些人 甚至庶民参与更多的公共决策 为什么 他们不出来 他可能他看你在那边造势 我骑摩托车 我会觉得 你又造成我的交通阻塞 所以他很多讯息 尽管跟他的生活 他的未来 不管是你的内政跟国家 休期与共 他其实是无感的 所以我认为说 为什么要国事会议的倡议 是说你把这个国事会议 当成是一个超级的媒体 超级的那个叫做大喇叭 这个让大家来进来当喇叭 不是自己执政党来当喇叭 所以这个才是让他们 能够发声的地方 如果不做这个叫大的锻炼 大的那个洗澡 结果呢 会可能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说分纵化的情况一直存在 这个是不健康的 你看到我们台湾的民主 还没有叫做分化到一个 叫做好像美国那种左右派 现在非常撕裂的情况 我也不希望蓝绿白 最后搞成这个局面 我们要团结凝聚inclusive 要凝聚在一起 怎么凝聚 就是用这个国事会议 让公民的声音出来 不是蓝的白的绿的 要讲展现他的声音 让年轻人说说话 可能他们讲的一个概念 可能我们以前没听过的 甚至他的重点 跟我们摆的重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不要被那个蓝白的政党 架空了民进 那个民众的声音 我觉得让民众发声 让政府采纳他们那个 多数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好 谢谢桑普 我觉得今天收获非常多 也希望相关的意见 新的政府可以听见 否则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不只国家社会 呈现的不稳定跟动荡 那动荡的结果 如果没有因此获取教训 获得正能量 导致可以注入公共政策 继续往前走 贴近百姓 听见民进的需求之后 进行修正 这一些这一些的问题的发生 等于其实白白浪费 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陷入了这种动荡不安的一个状况了 呃我们要持续关注 我要连宣誓就职之后 完全是一个新的格局 新的格局 新的挑战 重点是怎么样让更多的庶民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 你有所苦 有所抱怨 你对的公共政策是有所期待 可是你声音没有出来 当政府想要做非常多的事情时 如果以他自己的角度 去宣称我们的高科技产业 我们的台湾在全世界上架 我们是多么优秀 我们做得多好 问题是 问题是 民众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你们真的知道吗 Manger的需求 你可以配合这个需求 做一些因应的改变吗 我们持续锁定小君超人Plus 也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